今天2022年10月8号的Taira Talk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讲者是郑怀杰 然后他要讲的题目是Jupiter Hub 迷你工作坊开放科学的云端基地 那让我稍微介绍一下怀杰的背景 就是怀杰是在2010和2013年的时候 在台大分别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然后接下来在2015年前往康纳尔大学 就攻读地球与大气科学的博士 然后在去年2021年 加入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统计系的研究团队 然后现在是研究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 在执行Jupiter Meet the Earth的计划 那今天他会为我们带来的 基本上就是教我们认识Jupiter Hub 然后他也有提到参加这个演讲 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和程式设计的技巧 不过如果要在演讲时同步存取Jupiter的资源 必须要准备Google或者是Microsoft的账号 然后以进行第三方登录 所以大家可以去先准备一下 好那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那时间就交给怀杰了可以吗 没问题谢谢施安 谢谢你的介绍 欢迎大家 那也非常有这个荣幸 能够再次会邀请到Tyra进行演讲 那我上次的演讲是在今年1月 然后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现在在UC Berkeley做的事情 那这一次呢 嗯 也就是说教不如分享啦 那这一次呢 我想把重点放在Jupiter Hub这个工具上面 那我是想用迷你工作方的方式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Jupiter Hub到底是什么 以及 嗯 为什么我们叫他开放科学的云端基地 然后他又可以怎么样的对 可以转换我们对开放科学的一些实践的方法 OK 开始咯 那么 嗯 刚才 既然有稍微介绍一下 嗯 我在哪 目前是在哪边 那就稍微再补充一下 那我本身的专业领域 是 我们地球科学 或是更精确的说 是地球物理 遥测 冰雪圈科学 跟行星科学 那目前我大概现在大部分在做的研究呢 是 使用丰富的 卫星遥测资料 再加上模型分析 那监测 并了解冰雪圈的变化 举个例子就是 嗯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卫星 那 绕在地球上面 然后会 发射出绿色的雷射光 然后打到地表之后呢 这个卫星会再接收那个 反射的雷射光 然后 根据这个时间 再乘上光速 就可以算出来 卫星跟地表的距离 那再换算成 地表的高度 那如果我们可以对 一件冰 一个冰 一个冰河 重复的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获得 一个冰 一个冰河 随着时间经过 表面的高度 或是你也可以说 冰的厚度的变化 然后我们再利用一些 物理的模型 去探讨 分析说 诶到底是有什么因素 影响了冰河的厚度变化 影响蛮酷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 学术活动 我现在在从事大部分的学术活动 我想跟各位的应该都是差不多 就是 必须要进行研究 然后 在 试掌的时候呢 解释 你自己的研究 给其他人听 包括 同行的科学家 以及不同能力的人士 那 处理研究之外 我们会 我们也有 我们会有教学活动 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些 软体 然后给其他人用 那这些我都有稍微做 这边放了几张图 就是 我在过去几年 做过的一些事情 包括 开发了一个 叫做CARS的软体 在这边 那我也写了一个 叫做GMT教学手册的网站 但 简单来讲就是 教别人怎么 用GMT软体 画图 那这张图呢 右下角这张图呢 则是 在我2019年 發表一些 一篇论文里面 我那个时候跟 论文的主板商 就讨论了 合作了一下 讨论了说 要怎么样 做一些材料 可以让我们 能够更快速更有效率的 去传达这个论文 的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做成一个那个新闻稿 这样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讲的Gibithub Gibithub呢 要如何改变这些 我们每日进行的学术活动呢 在讲Gibithub之前 先稍微提一下 Gibithub 这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如果用一句话去解释 Gibithub是什么 我会说 Gibithub是开放的科学 所以我再稍微解释多一点 这边所谓的工具 是指 如果你今天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使用 你使用的东西 举例来说 Photoshop 就是一个 影像编辑的工具 那 Metplotlib 则是在Python底下的一个 用来 进行科学绘图的工具 就像是这样子 那至于开放这个词呢 倒是稍微比较模糊一点 因为 老实说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都会被我们考虑称是开放的 举例来说 它可以指说 你使用的工具 它的原始码 可能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那 另外一方面的开放 也有可能指的是 你使用的 合作的方式 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 然后 贡献跟讨论 那不管怎么说呢 开放这个词 它的中心概念就是 就是 不要排外 就是能够 让尽可能多的人 参与 到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那所以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工具 有些工具是软体 那有些工具可能是硬体 甚至也有些工具是专门描述 软硬体之间 怎么样结合交互作用的结构 那 这些工具跟一般工具不太一样 你想想 如果再放在一个工具下面的工具 可能 螺丝起子就用来锁螺丝 然后 老五千 可能就是用来 牛铁丝 那他们各自间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 资料科学里面 我们所谓的工具 他们时常会互相的依赖 那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要使用 metplotlib 你就必须要先安装python 安装python之后呢 你才可以安装 metplotlib 它才会作用 如果你去把不同的工具 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画出来 你最后看到一张很像 网路的图 然后 会有点像是那种 食物链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就会 倾向于把这整个工具 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称作一个生态系统 那像Jupyter这样子的生态系统 其实他的年纪也没有很长 整个 整个开放科学的概念 其实到目前为止 也才不够出现了 我会说二十年 那 可能各位的体感更短 因为 刚开始的 前十年都是 在草创阶段 并不是很多人 真的都 完全被曝露在这种概念里面 那其中一个很有可能 你接受到这个铺路的时间点 我猜 是 2015年 那个时候 LEGO 发表了 第一次 人类史上第一次的重力波观测事件 那就震惊了全球 他们得到了 是2017吗 还是2018 诺贝尔奖 那 LEGO 他们做的 LEGO 重力波观测听闻台 他们做的当然不止于止 当然他们写 写文章 然后 盖听闻台 非常厉害 不过 他们还有一个 开放科学的部门 这个部门 把他们所有的 重力波观测事件 的资料都整理好 然后 发布到网上 每个人呢 只要去 他们的这个网站 然后点进去他们的链接 就可以重新的执行 整理码 然后画出跟他们的 论文里面一模一样的图 我等一下 稍后我会再 分享一下我的同影片 所以你们也可以 点进去这个链接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 在2015年之后 或许 如果你们有这样推特 你们或许会 看到在推特上面 越来越多人 就是开始在歌颂 歌颂就是 哇 开放系的多棒 可以让我做到 很多以前做不到事情 比如说像这位 他就在 火车上面 用他的手机 分析 那个CMAP6的资料 如果我们不知道 CMAP6是什么的话 他是一个全球性的 气候模拟资料 资料库 他每天都会产生 数以TBG的资料 资料 资料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能够在火车上面 用智慧型手机去分析 这些资料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更有甚者呢 NASA 宣布说 已经宣布了说 明年 就是2023年 是他们的开放科学元年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企画 叫做TOPS Transform to Open Science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从明年开始 然后花大概四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把他们现在管理跟 发布资料的方式全部大翻新 那明年之后呢 他们所有的 他们都会采用全新一套的模式 就是更开放科学的模式 去管理 去出版 发表 他们的资料 工作流程 跟研究结果 所以 这已经是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那大家都在讨论 当然也是拜科技的发展所赐 我们现在才有这个 我们现在才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实践 这个开放科学的方式 这边就提供了例子 我们知道开放科学 其实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绒统的词 它有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实践 实践它 所以这边我只提供一个例子 各位可以看这些图 我们就假设有一个研究人员 叫做JAN 他刚写了一篇很酷的论文 然后 刚发表 他想要呢 那他 他想要更多 他想要说 诶 我想要让这个论文 能够被 所有人 同行也好 就是其他的人士也好 他想要让所有的人 都能够 看到他的论文 然后检查了没有什么错误 甚至是 重新 重新 再现他的实验 甚至是 改进 他在 论文里面做出一些计算 那他可以怎么做呢 那这里的方法就是 他可以 使用一个叫做Jipter Notebook的东西 那在这个档案里面呢 他可以 放上 所有 研究的细节 包括 叙述性的文字 包括 程式 包括 呃 许多的互动性 或是非互动性的图表 以及 以及 更多更多的背景资源 像是原始资料啊 多媒体啊 然后还有 软体等等等等 那他弄好了这个Jipter Notebook之后 他把它放到一个网络上的储存库 让大家都可以去读取 那比较流行的储存库 就像是Github 那就可以把它放到Github上面 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放上去之后呢 他在使用 他在多做一些事情 让 这样这个储存库呢 我们叫做这个数字叫做 BinderReady 简单来讲就是提供一些额外的资讯 比如说包括 如果要执行这个储存库里面的 Notebook 或是程式 你需要什么样子的软体套件 你是需要Python 还是需要R 还是需要Julia 或是Metlab 就是提供这些背景的资讯 然后做成一份主态设定的档案 然后在妥善的安排里面的 资料 以及Notebook的摆放的位置 以及他们的结构 那 当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叫做Docker 的工具 把这整个储存库呢 做成一个可以用来 做成一个独立的 数字叫做影像 不过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迷你的 执行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你可以 运用相同的环境 去执行这些城市嘛 那现在呢 你只要把这个Docker的影像 分送给其他的全球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呢 就可以完美的重现你的研究 然后也不用额外的安装什么 一堆有的没的软件 那么以上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做开放科学的例子 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 就存取你自己的研究材料 那么Gypt Hub 要是怎么贡献 在 到这个 这个资料科学的流程里面呢 如果要一句话去解释 Gypt Hub 是什么 我会说Gypt Hub 就是在 共享的计算装置上面提供 便利的资料科学环境的一个工具 嗯 什么是共享的计算装置呢 简单来讲 假设你们的实验室 有一台电脑 然后大家都可以登入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事情 像是打字写文章啊 处理资料啊 写论文啊等等 那这一台你可以登入的伺服器 并且可以存取里面的CPU 或是GPU的支援的机器 就叫做共享的计算装置 那传统上来讲 我猜你们有些 你们这种部分 有些人可能已经用过了 比如说SSH 登入到一个远端的伺服器 然后在上面做某些事情 那当然你必须安装很多东西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真正去做到你想要做 在伺服器上面想要做的事情 那GPU的HUB呢 就是帮你免除这些步骤 他提供了一些预先设定好的 呃配置 让你可以直接的在 不需要多做什么事情 就只要就可以直接的前往那个伺服器 然后上面开始进行的资料科学分析 那这边一张图呢 简单介绍了一下 GPU的HUB它的 概念 你可以想象这边有很多人 他们人呢 现在就要存取这样子的一台机器 在机器上面有GPU在运行 那每个人呢 首先要先通过一个验证 那他们成功登入这台机器的时候 呃 GPU的HUB会提供 几种标准的界面 给他们选择 比如说像是GPU的Notebook的界面 那他们就可以开始 藉由这个界面 来存取 这台机器里面的计算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资源本身呢 跟GPU的HUB是分开的 GPU的HUB 同时可以准备好几个不同的计算的环境 比如说他可以准备一个 呃 Python的环境 然后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就登入GPU的HUB 然后叫出这个Python的环境 说我这次要用Python 就把它抓过来 他可以 那同时呢 GPU的HUB也可以准备另外一个环境 是完全建立在不同的工具上面 那别人如果要用 也可以随时再把它叫出来 那所以GPU的HUB就是把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结构一层层拆分 让整个开放科学以及合作 变得容易 那这边再次提供另外一个例子 告诉 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GPU的HUB是怎么 怎么达到 我们想要的目标 就是环境共享的目标 假设呢 有一个教授叫做John 他现在领导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 那这大型的研究计划 他已经 已经先 预先配置好 他想要用的软体了 比如说他可能想用Python 然后想用里面很多不同的套件 他都先装好了 他就说哇 这个就是我要的环境 那他要怎么样把这个环境 妥善的告诉其他人说 你们也一起来用这个环境呢 那我们提供方法就是 他可以跟 学校的IT人员合作 他送一份 送一份 有点像是申请单这样子 拿给学校的IT人员说 这是我想要设计的环境 我想要提供出去的环境 那这些环境就会有一个主态设定档 就是Configuration File的方式 给那个IT的资讯人员 那他收到这份档案之后呢 他就会参照里面的设定 然后开启一个叫做 Workspace Manager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Workspace Manager就是Jupyter Hub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Jupyter Hub 所以这个IT资讯人 就会帮他开启一个Jupyter Hub 在学校的电脑里面 那么Jupyter Hub 会读取提供的主态档案 然后来自动的配置 你需要的工作环境 包括Python 包括Python 包括各个套件 你可能还需要其他的编译器 他都一并放你配置好 然后呢 最后这个Jupyter Hub 就会在学校的 云端机器伺服器上面运行 那他配置好之后 会产生一个 有点像是Docker的档案 有点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 如果 如果我讲太多术语 听不懂的话 欢迎最后再随时问我 会产生一个Docker的档案 以及一个 以及一个URL 网址 这个Jupyter Hub 就可以拿到这个网址之后 就可以把它 传给 任何 想要跟他合作的人 包括他的学生 包括他的合作者 他们点到这个网址 就可以连到Jupyter Hub 的登录页面 然后只要能够 验证他们的身份 登录以后 他们就可以存取 运行在 学校云端 的Jupyter Hub 然后里面呢 所有的 环境配置 都已经准备就绪 不需要再 安装任何额外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一个 环境共享的概念 好 那么 讲解呢 就稍微到这边 那因为这是迷你工作坊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实际的 尝试一下到底要 Jupyter Hub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要的Jupyter Hub 是 一个叫做 Kalisto的组织设置的 Kalisto呢 是 有 两个 在加拿大的 非引力组织 共同发行的企划 他们的这个企划呢 主要目标呢 是提供 在加拿大的 国中小的老师 足够的资源 可以让他们在课堂上面 直接的教学生 怎么样 开始进行 资料科学 然后 以及 各种不同的 就是 教学的模组啊 那 他们呢 他们自己的Jupyter Hub 叫做 Kalisto Hub 这边我说明一下 Jupyter Hub 是工具的名字 Jupyter Hub 这工具的名字 那利用这个工具 打出来的 那个东西 在云端上 运行那个东西 我们通常会叫做 Hub 所以呢 Kalisto Hub 就是Kalisto 这个组织呢 他们用Jupyter Hub 打起来的 一个 你可以存取的 线上云端的资源 所以呢 欢迎各位前往 这个 我先把 这个连结给你们 OK 首先呢 我的 投影片连结 然后 这个是Kalisto 他们的网址 欢迎各位 前往这个网址 那我就持续的分享 我的荧幕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正在Kalisto的 页面上面了吗 有人可以给你一个声音吗 可以可以 好 感谢感谢感谢 好 那右上角这个部分 会有一个Kalisto Hub的标志 就是 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说 你可以 你可以登入 然后 有一个 用你的账户登入 就登入 然后他问你说要Google还是Microsoft 那就看各位有什么就选什么 那我是有Google 那这是用我自己的Berkeley的账户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登入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在准备中 哦 我要登入的不是 不是这个 我重新弄一下 因为我想要登入一个新的 新来 用我自己的Gmail来登入 好 那么 登入之后呢 你会看到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是Gepit Hub 提供 使用者的标准界面的其中之一 我们通常就说Notebook的界面 大家到这里还OK吗 需要等一下吗 我这边OK 我这边OK 那 话说BlueJeans可以举手 或是什么之类的 让我 就是能够让我 有办法让我从这边看到说 大家需要多点时间或是怎样的 他是可以举手 不过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好 OK 我先把看聊天视窗拉出来好了 这样 这样可以用聊天的方式 让我知道你们现在走到哪里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拉出来 我对BlueJeans好不熟 好 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继续好了 当你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表示你已经成功的登入了Gepit Hub 你已经成功登入了他们的Callisto Hub 然后你已经开始在使用他们提供的计算资源 这边会有一个 在档案列表上面 你会看到一个档案叫做Getting Started 就点进去 然后你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页面 那 这个就是在Notebook介面之下 呈现 Gipiton Notebook 的样子 那你会看到这其实整个就是一个Notebook文件 它看起来非常的缤纷 但实际上如果你点两下 在每个区块点两下 你会发现他们的原始的资讯 原始的资讯其实就是一些文字 那这些文字是用Markdown的格式撰写的 所以在编辑模式的时候 你可以随意的编辑 比如说像是在我可以在这一格底下打 然后呢 按Run的时候 它就会重新的 把这一格变成 显示的模式 对像这样 就看到底下出现 那 那 我刚说过就是一个Gipiton Notebook 所以呢 你也可以在直接上面进行某种程度的计算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加号 来新增几个单元的格子 在这个Notebook的底下 新增几个单元的格子 那我们可以 随便点一个单元的格子 在这上面打 嗯 我想看 我们可以打Hello World 你在右上角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Notebook 使用的 核心是什么 那 这边它写的是Python 3 也就是目前 如果你在这边上面打程式 按下指形的时候 Notebook 就用Python 去执行这些程式吗 去执行这些程式吗 举个例子 A等于 A World 然后 Print A 打好之后呢 如果按一下执行 它就会用Python的方式 去执行这段程式吗 那 如果你今天想要增加更多的注解 你也可以把这个code 你可以把这个区块种类 从code 转化成markdown 这样子就可以在这边打注解 像是 今天是 Aira演讲之类的 然后再让它就会变成 它就会变成在你的Notebook里面 叙述性文字的部分 那 iPython Notebook 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 在叙述性文字的部分 的markdown 是支援latex的 所以 你可以在这边打 数学公式 比如说我可以打 随便讲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 打什么呢 前前Q 等于 ok 正上 partial T partial X 这是一个热传导的方程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方程式 那如果你传统在使用latex的话 要这样混打其实很难的 尤其是 尤其是当你的文章里面还有中文的时候 传统上来讲 latex非常难以处理中文的内容 但是 在 在Jupyter Markdown里面 因为他 就是 原生是支援UTF的 所以 你可以把这两件事情 完美的混合在一起 非常的方便 好到目前为止还ok吗 就暂停吗 还是我们就继续 ok 我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自然可能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一直看那个 聊天盒 所以如果 聊天里面 有问题 有人提出问题的话 可以稍微打断我吗 好可以可以 我会 或是如果你看到有人举手 也可以随时打断我 好好 我会帮你注意这些 好 你可以继续 谢谢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 Jupyter Notebook 跟核心 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 那 根据使用者的需求 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核心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换个核心 试试看 我们现在就不要Python了 如果你把滑鼠移到 上面的选单 然后选kernel 然后呢 kernel最底下有一个changekernel 你会看到 在colist.hub里面提供了两个核心 一个是Python 另外是R 我们就是看R 哦 切换过去了 现在这个 ipython Notebook 不是 现在这个Jupyter Notebook Run就是 在执行的是R 而不是Python 如果我们再重新的执行 刚刚的Hello World Run 他就 哦 哦 这段还是有用 因为R里面也有这段 哈哈哈 不过R本身的语法 就像是这样 这段Python 是 是行不通的 大概是这样 Run 它就会以R的方式 去执行这段程式 那如果你在上面画图的话 譬如说 我们就快速的弄一个X 这是R的程式 所以 容易不懂 欢迎随时在问我 但现在呢 我要设定五个资料点 然后再把这五个资料点画出来 然后呢 我可以按一下 嗯 Shift 跟Enter 来执行这一段程式 Oops 几个逗号 好 那他就会调用R里面的绘图函数库 去把这东西画出来 那对于 Python里面的绘图 套件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kernel的核心 再把这个kernel 换回来Python 换 然后呢 我们再到底下来 我们来试试看 用Python 画 Python的话呢 就要先 注入一些套件 比如说像是 这个kernel 我在这边呢 就先 调用 Mathplotlib 跟 囊牌出来帮我做事情 然后呢 那 大概像这样 那就可以画一张 sign的图 那你会看到这两张图 长相非常不一样 那 某种程度上证明 他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绘图套件 上面这个是R画的 下面这是Python画的 那么 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把这张图存起来 我们可以再多加一张指令 plt.savefig 那我们就叫它 測试.png 好了 画出来之后呢 重新执行之后 那 測试.png 就会出现在 檔案列表里面 如果我们回去 檔案列表 file file 然后open 你就会回去 刚才的那个 檔案列表的画面 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新的檔案 叫做测试它出现 你可以在那边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张png档 那你也可以选取它 然后再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按钮呢 就是 在应该是在这里 在这里 在上面这一排 这个部分 就可以把它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里面 那以上的就是简单的 就是 notebook的界面的操作方式 你可以发现 我们真的已经在利用 GipitHub 就是Callisto 提供的运算资源 在帮助你做一些科学分析的概念 那当然它也有一些 它有配偶 传统的 伺服器的操作模式 如果呢 你滑鼠移到这个 选担列上面的new 这里一个new 按下去 那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几个选项 那你可以开启一个新的notebook 你也可以开启其他种类的答案 这边一个答案叫做 有一个类型叫做terminal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启一个传统的终端机 然后去操作你想要操作的事情 比如说LS 或是PWD等等 任何你想到的事情 那这边呢 我想给各位看的是 列出所安装的套件 那这个指令需要等一下 因为 它是使用Conda 这个套件版软 软体 去安装套件的 那是软体有时候会很慢 嗯 不过 看来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 我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已经是一些 预先装好非常非常多的套件 包括 以Python为例 因为Python我比较熟 以Python为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嗯 这边有 这边有 DASK 平行预算的套件 然后 比如说 这边有GeoPandas 是 地理空间资料的套件 然后比如说 这边还有 还有 还有HDF5 专门处理HDF档的套件 以及各种 各种 各种 其他种类的套件 当然还有 Metplotlib在这边 还有其他不同的视觉化套件 比如说像是 我想它应该有装Seaborn Seaborn在 大概在这边 那科学分析比较常用的 塞拍 或是 浪拍的 当然都有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 有一个人 可以帮你 预先装好这些套件 那你自己 在刚起步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 花那么多心力去 装套件 然后还要 还要处理那些 互相依赖的问题 有时候这些问题 会大大的阻碍一个研究的进展 好 那么到这边还OK吗 如果还OK的话 我们就要 进入的下一个阶段 我OK OK OK 好 那让我们回到刚才的 那个 檔案列表 但是 檔案列表里面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檔案列表 叫做 notebook entry 就是它是一个 传统的 传统的giptop界面 那我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比较 新的 另外一个界面 叫做lab 那 存取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tree 把这个王子列的tree 砍掉 化成lab 然后 再输入 那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进入到 giptop提供另外一个界面 叫做lab的界面 如果你需要点资讯的话 你可以回去看我们的同一片 后面几张 应该有 应该有 步骤 好 那在lab的界面上面 看起来跟 看起来跟刚才 notebook的界面 的确有点不同 最大的不同呢 是lab的界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 小面板构成的 譬如说像是 左边这个面板 左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是 档案浏览的面板 测试.png 可以点两下 然后右边这个部分 就会显现出 测试.png的分页 这样 那当然getting started notebook已经打开了 你可以看里面的资讯 都还在 猜我们的资讯都还在 所以他们其实存取的是 同样一个伺服器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界面而已 那在lab的界面里面 我们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看到 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加号 这个点下去会开启 启动的分页 那这个启动的分页中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启动 什么样子的内容 你可以启动 一个notebook 以python的内核 以python为内核的notebook 或是以r为核心的notebook 或是你可以直接那边 启动中断机 然后做跟刚才一样的事情 hls之类的 那我刚刚说过lab最单的卖点 就是它是有不同的面板构成的 视窗界面 那这么做的好处呢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让图表互相比较 比如说如果你刚刚回去 刚才我们看到的ipathon notebook 然后你移到最下面这张图 按右键的时候 按一个叫出选单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很多选单 其中有一叫做create new view for output 这边点一下 那这张图就移动到一个新的 新的面板 那就可以把它移来移去 就像是很多现在很厉害的软体一样 然后就可以把它跟不同的图片比较 比如说可以重画一个 把它改成cosine 重画 这个也比较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但我可以把它换一个 复制 然后再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 但是这里我要把它叫做sine 再画一次 然后就可以把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比较 之类之类 那 Gipitalab也支援了很多其他的 不只是notebook 还有很多其他档案的显示模式 譬如说 如果你按png档 它就可以直接跳出png档 那如果你按csv的话 它也可以直接 以图表显示的方式呈现csv 等等等等 而且呢 它还有一些更华丽的设定 比如说像是你看上面的 如果你移动到上面的 这些 选单列表的话 有一个选单叫做settings 进去 第一个是sine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Gipitalab 不要是 亮色系的配置 还是暗色系的配置 预设都是亮色系的配置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暗色系 所以我先把它切换到暗色系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暗色系了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进行更多的 就是客实化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让 你可以看到 如果打开settings 这边还有个language 不过目前呢 语言套件只有英文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安装 自己安装中文的套件 比如说我们只要过去 perminal 然后 然后 使用pip 来安装 这个套件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jupiterlab language pack 中文台湾 之类的 安装 然后就开始安装 没错 没错 你现在在一个 叫做 callisterhub的伺服器上面 安装你自己想要的套件 安装好之后呢 要 要重新整理这个lab 就是一共的网址 再重新整理就可以了 那整个lab就会重新整理 那么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settings 然后language 这边应该就可以看到 Chinese 中文台湾可以选择 进去呢 然后再reload 就会出现中文繁体的 gipterlab 好吧 可能没有那么完美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并没有翻译的过来 因为目前gipterlab的翻译 专案呢 是还在热烈的进行中 那也都是公开的专案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贡献的话 再问我 可以再把那个连结寄给你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google 找到就是翻译的专案的连结 好 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 ok 好像没看到什么问题 太好了 看来大家都非常的 有进入状况 我也不知道 好 大家有跟着做吗 我这边是有跟着做 没有 没关系啦 就是 ok 因为如果你们之后 想要再重复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我的投影片 投影片里面应该有一些细节 就是说明一下要怎么做这些事情 那 最后的一个部分呢 我想要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hub它本身具备的一些功能 所以呢 如果我们前往 这个选单 file 然后倒数第二个 你应该会看到hub控制面板 或是hub control panel 如果你没有装中文的话 就是hub control panel 点进去 就会跳出一个control panel 哇好亮 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 我去开个灯 因为我们这里要变晚上了 马上回来 OK 嗯 在这个control panel上面 你可以看到 你应该只能看到两个选项 一个选项是 就是 停止刚才的那个 伺服器 那 现在 我来看看 我们就试着点点看这个 点 然后现在伺服器已经被停止了 如果我们回去刚才的页面 可以看到 server unavailable unreachable 因为这个伺服器已经被停止了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启动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按重新启动了 或是 回去刚才的分页按 start my server 都可以 看你想要怎么做 就在这边重新启动 好 启动 启动完毕 那 启动完毕的预设界面 会是notebook界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哎 刚刚 你 产生出来的档案都还在 测试点pmg还在 嗯 不过呢 如果你切换到lab的界面 你应该会发现事情 有点不太一样 来看看 好 ok 如果你点到选单 你会发现刚刚安装的中文不见了 诶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档案还在 但是 中文套件不见了 那 这边呢 我想利用这个观察来解释一下 GibitHub它本身的权限的设定 那 如果你今天是身为GibitHub的管理者 你可以设定 GibitHub里面的档案或者结构 哪些部分 是 不能被使用者更改的 然后哪些部分是使用者可以更改 但是 当你结束这个伺服器以后 就会回缩 那 刚才我们安装的那个套件 就是被回缩掉了 如果你现在要 如果你要再重新使用中文 你必须要再重新安装一次 但是 管理者也可以决定哪些部分 是使用者 可以永远的保存他们的档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把档案 产生出在 产生在那些地方 你就可以保存这些档案 那每次重新启动Hub的时候 这些档案就不会不见 像是 这个测试.png 目前就是出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所进行的更动 会一直保存在这个伺服器上面 那就我所知 Kalisto有一个实现 就是如果你超过多久 好像是几十天还是怎样子 都没有 都没有登入还是怎样的话 你的档案就被砍掉 那每一个Hub 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定 那详细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设定是怎么样子 好 那 如果我们再回到Control Panel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Token 在左上角的这个选单 这边有一个Token 点进去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些 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 那我这边因为 这边大部分的东西呢 是管理者需要用的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 底下的这个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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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容的 意味着说 根据管理者他们自己的想法 他们可以使用第三方的账号资讯 来作为进入GibitHub的验证 举例来说 Kalisto Hub就是利用你的Google账户 或是Microsoft的账户来验证 但是 像我们的研究 像我们自己团队的GibitHub 就是使用Github的账号 来进行第三方验证 那这么做的好处就是 管理者呢 可以少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管理使用者 以及他们的账面 因为 你是把这个责任 分散出去 分散到 第三方的团体 那这么做 我个人觉得是不错 因为 可以想像我们 现代几乎每一个研究人 都会有 都会有Google 然后可能都会有Github 那 如果你能够使用这些账户 直接登入Github 那当然就是非常的方便 好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在同影片上面 还要放上几个 荧幕截图 各位看一下 是Notebook Entry Lab Entry 在一些 如果今天这个Github 是在一个大型的 比如说那种Google云端 或是Amazon云端 上面运行的话 在启动伺服器的时候 有可能他会提供一个选项 就是 可能他会说 你这个伺服器 需要几个CPU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开比较大的 server 开比较大的伺服器 还是开比较小的伺服器 那 Kalisto呢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 免费的hub 所以他在这方面 就是提供所有的使用者 一个CPU 也就是每一次 就是只使用一个CPU 去做事情 那这个荧幕截图 就是从我自己 研究室的hub截图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 最多可以看到64个CPU 事实上下面还有 有64CPU加上GPU的选项 就是更豪华一点 那另外一张截图在这里 是只有hub的管理员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看到说上面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如果你是管理员的话 你可以看到现在多少人在使用这个hub 哪些人是正在用的 哪些人是很久没用的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直接去停 如果你发现有异常的使用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的hub关掉 然后他们就没办法继续用了 之类之类 就是只是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管理员的界面 好 因为一个小时好像快要到 我这边有个问题 对啊 一个小时快要到了 所以我想先停一下看 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我自己有个问题 就是 好 这个 Kalisto他原本 你如果身为一个user 你应该要怎么用它 啊 问的好 好 呃 后面这里应该有 嗯 如果我们回去刚才的hub 你会看到在getting started 这个notebook里面有几个连结 对吧 那么这些连结都可以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点 preparation里面的 Kalisto Jupyter & Python Basics Notebook 点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这个hub 就开始截取 他们存在github上面的资源 然后复制一份到hub上面 然后他们弄好之后呢 你的hub的空间 就会多出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用来学习的资源 好出来了 这是刚刚截取下来的新的notebook 然后这个notebook就是在教你 python 简单来讲 然后有一个youtube的video 现在这边你可以看 看 像这样就可以看 然后呢 底下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你可以搭配的文字叙述 然后执行这些程式嘛 然后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噢 还有一个影片 不相信要看 不过改天再看 所以它像是一个教学的 它是一个教学hub 就是有各种东西 有各种教学的网站这样 是的 它是一个教学的hub 那如果我们回去刚才的lab界面 你会看到 按重新整理 这里一个圆圈 按重新整理的话 你会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档案 出现一个新的资料夹 点进去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里面好多东西 这就是你刚才下载下来的东西 那里面除了刚才那个notebook 还有很多其他的notebook 你可以参考 然后总之就是一个 一个规模还蛮庞大的资源 就是提供给国中小老师 让他们进行资料科学的用法 那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到底做了哪些模组出来 那除了以这种方法去浏览 Kalisto提供资源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 Kalisto Learning Module 点进去的话呢 会点到他们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这个 那底下有很多Learning Modules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老师 你就可以说 我今天想让我的学生 学哪一个module 就点进去 然后这module的内容 就会直接被截取到Jupt Hub 然后再把这个Jupt Hub 分享给你的学生们就可以了 或是叫学生自己点 这样 学生们就可以用他们的账号 然后直接执行 放在上面的东西 那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resources 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是 他们有那个 跟北美原住民合作的内容 比如说 点进去的话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捕鱼陷阱 就是用资料分析 来看哪一个放在哪边的捕鱼陷阱 抓鱼的效率是最好的 那他们 但是 它是一个learning module 所以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被截取到你的hub 然后就开始 开始 做这些有趣的资料分析 哦 读完了 好 出现了 然后 就可以拿在这边有东西 我们来试试看 跑跑看 就会出现一张地图 那这是一个互动性的地图 就可以在这边 拖曳 然后放大缩小 哦 这是在Vancouver附近的捕鱼场 之类之类 所以 Callisto本身提供非常多的教学资源 来帮助你熟悉 资料科学 那当然 对各位而言很可能 还有Gipthub是怎么 怎么进行资料科学的 看起来很酷 那 这些资料都是 可 都是要经过这个 Callisto 这个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组织吗 他们要认证吗 还是 不然 这些东西是怎么决定 要不要被放上去 Callisto是一个企划 它是两个组织合作的企划 两个非盈利组织 NPO合作的企划 那他们有一个 这两个组织都有出团队去维护Callisto 那 所有的模组 就是这些NPO都他们写的 那他们使用的资料 我想应该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包括譬如说像是这个捕鱼的资料 我想是他们跟当地的部落合作 然后 输入进来的 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科学上的公开资料 他们应该就是用那些公开资料 去展示资料科学怎么做 这样 OK 了解 谢谢 不会 我其实还有最后一部分 那 不过如果各位觉得很满意 我们也可以到这边 就打住 没关系 我们可以继续进行 是吗 对 好 那么 如果各位觉得OK 我就把剩下的同频也讲一讲 好不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 提供大家更多的一些资源 呃 要找到这边 那 除了 Callisto Hub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Hub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一个很常用的Hub的服务 叫做Binder 那这个Binder 那这个Binder这个服务呢 那这个Binder这个服务呢 专门用在 GitHub Pages GitHub Pages 那你在这个GitHub Pages上面可以找到 一个连结 看看我能不能切换到那个页面 哦 这个 这个GitHub 页面就是我刚才那篇论文的 补充资料 那底下呢 会有 Binder的连结 点进去呢 就可以启动一个 东西 叫做Binder 那它会带你到一个 刚刚才我们看到的 GibTub很像的一个地方 那就可以再现我在这篇论文里面 分析的资料 然后重做我在这篇论文里面 呈现的每张图 都有非常多的细节解释 这样 那这是Binder 就是另外一个用GitHub 提供的服务 长这样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跟地球科学比较有关的 叫做Pangeo Cloud 是一个 也算是半公开吧 因为你只要是在做地球科学 你就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服务 那就是注册 然后他们审核通过之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他们 部署在Google Cloud 跟Amazon上面的GitHub 那就可以直接存取 这两家供应商的 云端计算的资源 很酷 那当然还有Kalisto 那这个我们刚讲过 就不讲了 那如果你只想 如果你觉得 Kalisto Learning Modules 有点杂的话 或是 你想要一个快速的 我们推荐的学习资源 这边有两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 你可以直接在刚才的 Hub里面 然后进去终端机 然后输入这两行之中的 任何一行 你想要输入哪一行都可以 因为这两行呢 其实就是截取 某个GitHub上面的 储存库 然后把他们上面的内容 全部都放到那个Hub上面 譬如说呢 我们先用另一个来做 参考 就复制 然后回到刚才的Hub 然后开启终端机 可以 贴上 Ctrl-V 贴上 然后抓过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在 组资料夹 就可以看到有出现一个 DemoJupyter Git 然后点开里面 就有非常多的 看一下 应该是在 那这里的IP1NV 这个就是可以 配置型的ipython notebook 然后其他的 Notebook应该放在 资料夹里面 像是introJupyter 那就可以在里面看到 各种不同 针对Jupyter工具的 简单介绍 总之有非常非常多的 学习资源在这边 那欢迎各位 在 随时自己 可以 尝试 游玩 那最后两三张同影片 我想要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 如果你真的对Jupyter Hub 心动了 然后你想要安装 想要 为自己的研究团队 为自己的小组 研究小组 安装Jupyter Hub 然后大家都可以用的话 要怎么做 那 先说明一下 Jupyter Hub 提供了两种 标准的发行版 一种叫做The Little is Jupyter Hub 这种 这种发行版 是专门 供小团队 做那种0到100人 之类的 之间的小团队 那 它就是 就是精简化 简单来讲 然后 不用花太多时间 心力就可以自己装在 你可能研究室的伺服器上面 然后给你的同事 或者学生使用 那另外一种Jupyter Hub 发行版 叫做Jupyter Hub on Kubernetes 那 这种发行版 就是专门针对 在 比如说 在那种大型云端上面的安装 比如说 在Amathon 或者是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 Jupyter Hub安装 然后一次要给什么 几百几千个人使用的 或是装在 那种超级电脑上面的Jupyter Hub 大家都要用的 那么 你如果安装的话 那就是 选择一种 你觉得 适合你的方式去安装 那即使是这样子 你或许还是会觉得 哦 这其中的技术性能看实在太高了 毕竟大部分的人都不是 资讯专业 里面有很多细节 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调整 那我们当然也是看到这个困难 所以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在Berkeley的Jupyter团队 其中的一部分的人 就成立了一个非引力组织 叫做2i2c 或是Th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ve Computing Collaboration 那这个组织的终止 这个非引力组织的终止 就是 提供各种不同的开放科学的 基础设施的服务 那么其中之一 目前最 发展最旺盛的服务呢 就是提供 研究团队 或是组织 安装他们的Jupyter Hub 安装并管理他们的Jupyter Hub 他们目前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是 上Suckerberg Initiative 就是脸书的那个 那不过他们也有接收到 也有接收到很多来自于其他的 开放科学组织的资金 我们刚才看到的Callisto 跟Pangeo Hub 这两个Hub 就是由2i2c 来帮忙设置的 但是Binder 跟我们自己研究室的Hub 这不是 我们自己研究室的Hub 比较 更华丽一点 因为我们要测试很多东西 我们的研究室的Hub 大概长这样 我可以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应该是在 下边把他直接开始 看来需要等一下 等下有机会再来看好了 那我们藉由2i2c 想要达到的愿景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 你的所有的研究活动 所有的学术活动 可以发生在云端 你自己的研究团队 是在云端上面合作 你要存取HPC 运算的资源 就是用GibitHub去登录 那学校机构本身 可能会有一个GibitHub 那当你今天要上课 或是给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Hub的资源 来 来 来给别人 你想让他们学习的东西 那甚至呢 你今天如果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那这国际会议本身 可能会 也会有一个Hub 然后 让 会议的与会者呢 可以同时登录这个Hub 在上面直接进行 研究的交流 以及 以及学习新技能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今天的大概就是这样 那 最后最后我想说 所有的开放科学的 进展 都绝对不是靠一己之力 这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的参与 那举例来说 我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 是 必须要归功于我们整个在Berkeley的研究团队 也就是Gyptomethius 所以呢 我把他们的人 全部都放在这边 然后也稍微放了一下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Gyptomethius这个计划目前都在做什么 非常感谢他们 那最后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里是我的联络方式 你可以先来作文 或是这里是我的联络方式 随时都可以找我 那么 对 这就是我最后那张影片 感谢大家 谢谢怀杰 那我们可以先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打开 然后给怀杰个鼓掌 然后 我先把那个 那个POAP的 那个code写上来 对啊 让我找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现在发问一下 很快 那还有 传统方式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一直没有 Beer 哦 好 谢谢大家股爭 哈哈 看到人股爭 我这边把那个 屁股 PoAP的code寫下來 謝謝各位的參與 感謝各位的參與 那那個 我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你的投影片 你之後想要分享在 譬如說Tyra的網站上嗎 不然 就是你那個開分享 應該只是暫時的吧 我想想好了 我可以分享給目前我們有參加的與惠者 絕對沒問題 而且短時間之內 這個投影片應該會是公開的 不過要不要分享到網站上 我之後再跟你聯繫 好好沒有問題 感謝 然後 另外 我自己有個問題 就是像 現在很多 Quantum Computing的 那些公司啊 他們做的事情是不是也是類似的 就是他們把他們的 計算的資源 在雲端上面分享給大家使用 然後你也是用Python 寫Code 然後就是把他 upload到他們的伺服器上面 他們就會幫你跑 就是他們 他們的Hardware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會幫你跑這個Code 其實這還是算是比較傳統的模式 比較傳統使用超級電腦的模式就是 就是在超級電腦上面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工作排程器的東西 那你必須要把你自己寫的程式碼 腳本上傳到這個工作流程器裡面 然後由這個工作流程器去部署 就是他會決定說他要播多少計算資源 在什麼時候 然後要播多少計算資源 來執行你的程式碼 然後最後再把執行的結果以某種方式打包 然後送給你 對 對這其實是比較傳統的模式 那我們現在推廣的模式就是 省去這個 省去這個工作排程器的這個部分 Gibita本身就可以當作工作排程器 你只要使用正確的 譬如說Cubinus的這種結構 實際的技術細節有點複雜 我這邊簡單的講就好 你只要使用 Cubinus這種結構 你就可以做到用Gibita Hub 來當作Scheduler 來當作工作排程器 你可以在你的腳本一剛開始就決定 你要用多少資源 你用幾個節點 幾個cluster 然後你再開始跑 然後Gibita Hub 有跟DASK DASK是一個我剛講過的平行運算的套件 Python裡面平行運算的套件 有DASK的外掛元件 你只要使用了DASK 就可以在Gibita Hub 裡面開啟幾個 有點像是控制面板 然後來監測你在執行這些程式碼的時候 即時的監測 你只要執行這些程式碼的時候 使用多少CP Cub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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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们等他一下好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有问题可以把他写下来发问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者说Desk好像是Python的一个套件吧 所以应该是只要他有在他的伺服器上面装Desk 他应该就可以使用Desk的功能 只是我不知道Desk功能是什么 我猜应该是 HELLO 怀杰 听得到吗 HELLO 我刚刚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 对对对 抱歉 抱歉 我刚刚是不是讲到一半就被卡掉了 对 你刚刚讲到 讲到哪里啊 讲到 我刚刚是不是讲到那个 就是我想要 就是GipetHub可以当作Scheduler 他可以用 对怎么用 他有一个自己的Scheduler吗 还是怎么样 他有点像是利用 应该这么说就是 GipetHub是透过另外一个 开源的套件叫做Desk 来管理 存取CPU资源的部分 还有平行运算的部分 那Desk呢 有提供一个 有点像是外挂元件的东西 他可以让 你送到Cluster里面的工作排程 他可以监测 你送到Cluster里面的工作排程 然后用可视化的图表 就用视觉化的图表 来让你知道现在这个排程进行到哪里了 然后可能还要多久 然后跑的结果怎么样 了解 刚才有一个听众问 我不会念这个名字 Yi Desk 对对Desk 然后他是想要问 这个是内建功能吗 还是有另外的连结 然后是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 PipInstall 来做这件事情吗 Desk的话 Desk应该是有 是有在PiPi上面 不过 你可以试试看 我想应该是应该是有 然后Desk网站是这个 在 Kalistohub上面 我印象中 Kalistohub是没有装Desk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希望使用者 用平行运算来 来真的计算 来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 所以Kalistohub是没有装Desk的 他们不支援平行运算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装个人的电脑 装在个人的团队上面 那我想像我们的研究团队就有Desk 我们有Desk跟另外一个叫做DeskGateway的东西 他们两个的用法就是有点 会有点不太一样 Desk DeskGateway是专门用来 有点像收集 就是如果你今天的Gibithub 是部署在云端 譬如说Amazon云端 或是Google云端的话 DeskGateway是专门用来 收集那些在云端上面可用的节点 然后把它们聚在一起 让你使用 然后Desk则是把你自己的工作流程 给传到这些节点 让他们开始跑 有点像是这样子 但是Jupyter就是透过Desk的支援 来实现我们想要的兴讯算的方法 那我想要请问 再延伸一下刚才的问题 就是像这些Quantum Computation的公司 那你会建议他们使用Jupyter Hub吗 就是他们既然都已经要开源了 那他们何不做个Jupyter Hub呢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事实上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努力 在多方进行 OK 我不确定你心里想的是哪一家啦 但我想现在就是慢慢的有这个趋势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什么样子 怎么样子的实践方法呢 是对开放科学有注意的 那大家就会倾向的去了解 以及使用这些方法 嗯哼 OK 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人 已经有这个想法之类的 那当然对于某些商业的公司的人 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自己的东西具有智慧财产 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不愿意把他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开放出来 对啊对于小公司的颜色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阻碍 了解 OK 但我看目前为止 大家做的努力好像比较偏向于说让大家让大众可以认识一下这个跑跑简单的 然后看看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这件事情而已 当然当然当然就是现在是在起步阶段嘛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放的教学资源大部分也都是就是教大家怎么使用Python 怎么使用Git这种很简单很简单的基础 那但是当使用者会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发挥他们的创意去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是进阶的事情 那这边大家还没有问题呢 好像没有那我就把那个录影关掉 我告诉大家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的人 就是小公司的 没有